康纳曼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的理论 就是在讲这个部分 展望理论的部分 他的本质是在讲选择 然后选择可以分成两种 选择可以分成哪两种呢 一种是知道结果的 一种是不知道结果的 如果是知道结果的呢 你要怎么样做选择呢 就是靠你的价值观 看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嘛 因为两个 不管选A选项或选B选项 你都知道会怎么样啊 比如说我们刚刚在讨论 中间讨论的时候 这个喜宴这件事情 就是属于第一种选择 比如说有两间餐厅在选 选第一间就是呢 这个菜色比较好 气氛比较差 第二间就是气氛比较好 菜色比较差 你都知道结果了嘛 然后你要选择嘛 那就看你比较重视气氛 还是比较重视菜色 这就是什么 知道结果的选择 再来是不知道结果的选择 不知道结果选择 又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呢 这个风险 风险的选择 一种叫不确定性 这个风险的选择呢 你就要靠什么呢 就要靠这个叫做 经济学 跟这个啊 叫做心理学 来帮助你做决策 所以我们这边 待会呢 第四部的 第25章这边开始 我们就会来讲 两个经济学的理论 跟康纳曼他提出来的展望理论 这两个经济学的理论呢 一个叫做 一个叫做呢 这个 期望值理论 一个叫做 期望效用理论 然后这个 康纳曼提出来的 这个叫做呢 展望理论 什么叫做风险选择哦 就是 你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但是你还是一样要做选择 譬如说什么是属于风险选择呢 譬如说赌博 或者是呢 这个 投资 那风险跟不确定都是不知道结果嘛 可是他们不知道结果 可是这个风险是 不知道结果 但是知道结果的分布情况 譬如说你要赌博啊 你要玩这个 骰子 骰子 你不知道值出来会是几点 你不知道结果嘛 可是你知道值出一点 两点三点四点五点的几率都各有六分之一 如果你只是一颗闪子的话 所以你不知道结果 可是你知道结果的分布状况 对不对 你去买乐透 你不知道你会不会中奖 可是你知道中奖的 几率 你只要去把所有买乐透的人 你只要去把乐透的号码 排列组合 四十几个号码 选出六个 你能不能选中 排列组合算一下 你就知道你的中奖几率有多高嘛 所以虽然你不知道结果 可是你知道结果的分布状况 这叫做风险选择或风险决策 那你就要用经济学去算一下 你的期望值有多高啊 对不对 你考上的几率有多高啊 你赌博中奖的几率有多高啊 你买股票 股票是这两个都有 风险跟不确定性都有 然后期望效用是指说呢 期望值是从客观的价值去判断的 比如说你玩一个赌博的游戏 你有百分之三十的机会 可以得到一千元 百分之七十的机会 可能会输一千元 那就算一算 你就算出了一个 一个期望值的嘛 期望值是正的 你就愿意去赌嘛 期望值是负的 你就不愿意赌嘛 可是光是用客观的方法 还没办法判断它的价值哦 因为刚刚那个多少钱 生意多少几率 那个期望值是客观可以衡量 可是我们人生中 有很多事情是没办法衡量的 你选的A的这个选项 它可能会产生什么状况 可能不是用钱来算的 这个时候就跟效用有关系 那个可能的结果 对你的效用是多少 比如同样一件事情 有的人效用比较高啊 有的人效用就比较低啊 对啊 然后再成长几率 哦 那这就是叫做期望效用 效用成长几率就是期望效用 然后价值 客观的价值成长几率 就是要期望值 那什么叫展望理论呢 展望理论又更进一步了 他觉得说哦 不只是这个每个人对一件产品的主观的价值判断不同 也跟这个人呢 他的看法 他的框架问题的方法不同 即使是同一个人 看同一件事情 价值也不同哦 刚刚期望效用是说不同的人 这本书 对于我很喜欢看书的人来讲 我觉得他哇 可能值一万块 那我觉得对一个不喜欢看书的人 他可能觉得这本书可能只值一百块 这就是效用不同嘛 这对我的效用比较高 可是同样一本书对一个人来讲 也有不同的效用 看他把这件事情看成是损失 或看成是收获 获利 如果说我把这件 我得到这一本书 对我的这个展望理论的这种心理价值有多高呢 可能是我原本是 可能会失去这本 我刚刚 我现在可能会失去这本书 然后我又得到这本书了 我就觉得我获利了嘛 所以我得到这本书对我来讲 心理价值很高的 可是如果我本来可以得到一本 快之慢奖 再加一本反脆弱 结果最后我只得到一本快之慢奖 那这件事情 对我的来讲就是一个 比较负面的心理价值 因为我原本可以得到两本 我现在只得到一本 所以一样都是得到一本书 对我来讲 那个心理状况是不同的 这就是展望理论在讲的事情 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步要讲的 有点抽象 不过慢慢的后面我们会讲解 但不确定性的选择怎么办呢 不确定性的事件 比风险的事件还要多 因为风险事件通常是人为的 所以我们知道几率的分布 譬如说刚刚讲食材时这件事情 玩乐买乐偷这件事情 赌扑克牌这件事情 那个几率是算得出来 因为这些东西是人为的 可是在大自然中的东西 没有什么人为的啊 对啊 譬如说赌场 经营赌场 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不是说有一个人运气很好 一次赢一次赢了很多钱 把你们赌场引导的 不是的 最大的风险是可能 比如说你们那个逃漏税 然后被政府抓到 然后你们这个电线走火 然后回修 然后呢 你们的这个老板的儿子呢 亏空公还 或者是呢 这个你对门太多钱了 然后黑道介入 这个才是最大的风险来源 那这些东西有办法计算吗 没办法计算 这个叫做不确定性 那讲到不确定性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来做决策呢 你就是要让自己呢 变成是一个反 增加自己的反脆弱性 简单讲不确定性就是 有可能会发生黑天鹅事件 不确定是没办法预测的嘛 风险可以预测 但不确定性是 没办法预测的 风险我们可以 透过统计的方法 知道说 大概发生这个机率 事件机率有多高 发生多严重 可是不确定性 完全没办法预测的啊 对啊 那既然没办法预测 你就要增加 你自己的反脆弱性 等到有一天发生了之后 你的影响会比较少 而且呢 反脆弱性是能够预测的 黑天鹅事件是不能预测的 我们可以看得出 一个人脆弱还是反脆弱 或是坚固 但是我们没办法看他会不会发生危险 比如说我们知道一个老人 跟一个年轻人 他们如果跌倒的话 老人会比较脆弱 年轻人会比较坚固或反脆弱 可是我们没办法预测说 这个老人会不会跌倒 这个年轻人会不会跌倒 什么时候跌倒 我没办法预测嘛 所以黑天鹅事件我没办法预测 可是我可以预测他的脆弱程度或反脆弱程度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增加自己的反脆弱程度 可是大部分的人去做什么事情 大部分做的事情是去预测黑天鹅事件 尤其是在经济投资上面 很多人才说 这个可能会发生股债 这个可能会怎么样 搞错方向了 因为这些事情根本是没办法预测的 你应该是去增加自己的反脆弱性才对 那怎么样会让一个人他的越来越脆弱呢 就是你想要去追求稳定 你越想追求稳定反而会让你越脆弱 我们现代的金融理论 大部分都是想要消除不确定性 消除风险 像总体经济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他们觉得总体经济学任务 就是要消除景气循环 因为景气循环这件事情 对人民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 当然景气好的时候 大家都没影响嘛 很高兴嘛 可是景气不好的时候 大家就会失业啊 钱又少啊 生活很难过啊 所以经济学家 他就是想要消除那个景气循环 可是你越想消除景气循环呢 你就会让自己越脆弱 比如说你用一些政策 用一些这个利率的调整 连组会中央银行在做这些事情 让经济比较波动降低 看起来好像很稳定 可是他就好像摆在桌上的玻璃杯一样 看起来很稳定 可是只要一掉下来 就会碎得很严重 你倒不如应该是弄一个塑腰杯 然后他想怎样摔怎样摔都不会有事情 这个就是增加你的强固性或反脆弱性 那这个是我们这一步要讲的 位置大概是选择里面的 不知道结果的选择里面的风险的抉择 里面的展望理论 这个是我们这一张主要在讲的东西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